我们谈谈强势的办法,谈谈电力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家围绕着它去阅读 它说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风、碳中和 并且重新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程 深入推动能源改革 其实看到的能源股昨天都非常强势 还有新能源和传统煤电的企业都有一胜 譬如大唐发电昨天升了6%,华润电力升了4% 根据文件的解读或者现时的估值 其实给你建议投资者去买 你觉得现在应该买一些新能源比重比较大 还是传统煤电企业 你觉得升幅会比较大呢? 在说股价 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升值潜力比较高一些 应该可以买一些新能源股份 因为通常来说股价表现是跑先和跑后的状况 近期来说传统的电力股一些火力发电 都是倾向一个强势的状况 就变成了新能源股 倾向上一个追落后的状况 所以短期来说 新能源股份的直播率会比较高一些 以及这段时间方面 一些电力股倾向上持续上扬状况 最主要就是之前那个煤炭供应 有一个失衡状况 价格是高企 自从这个法改委说了 对于煤炭价格有一个指导的时候 煤炭已经显著回落了 应该就是对应在第四季的供电 以至到明年第一季的需求方面来说 应该是已经倾向逐步解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对于煤炭价格的指导力度方面 应该就会减弱了 所以按照刚才那个工作报告去看的时候 似乎大家会留意到 炭中和这个就是内地的一个长远的发展方针 所以对一些新能源股份 应该倾向上受惠的机会比较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